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 就在前天,他还是意气风发毒蛇冷面测窝 坐在桌上玩心眼子,不可能 我们之间没有商量的语 昨晚,却沦落为替身文学代言人 你看清楚我是谁 为了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变成替身男友 他准备找小美问个清楚 却被放了个鸽子咕咕咕 甚至自家厨子也被小美挖走了 可是小帅不能晃到三丈 为童年英语让他惧怕火 看到这,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跟小帅交个朋友了吧 我是徐思 一个普普通通的有钱人 此时此刻 在平凡的我身上 正发生着一件不平凡的事 这天 我只是像往常一样准备卖个小藤月 却被一只酒醉的蝴蝶在大云广的地下给了一XX的 你有病吧 我失落 我无助 我迷茫 拿到转瞬之间 我就要从护上头红小坐巾 Baby can you kiss me的炫酷狂转小许总位置上 多个神坛了吧 究竟如何才能挽回这个局面 我决定 去疯狂星期四祈福 菩萨在我耳边说 为你 我要你要去 去那里寻找答案吧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 金融和企业的关系 怎么样才能更懂企业 怎么样才能更加帮助企业 怎么样才能更有价值 让这些僵尸企业 有什么劣标 让那些该落幕的落幕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更会是一种供应 创业就该这样 不拼走 过河的桥 我已经替藤岳搭好了 目前就差个人 在桥上能唱出好戏 对于一名投资人来说 更重要的是要有职业底线 这段时间 让我看清楚了 我们这个行业 对于这些产业真正的价值 到底在哪里 同时 也让我认识到呢 作为一名合格的投资人 何事可为 何事不可 做任何事情 都会有一定的困难 我想试试 这也许就是 我的可为和不可为吧